越南警分局立山派出所远景萧春林 9号上午抓贼不幸处死 同仁不舍之余也强忍得悲伤全面气凶 在释放后不到五个小时 在轮山山区带到了槟榔贼 还有一车的槟榔 随其深入调查送办 以告慰萧春林在天之灵 外面中远景萧春林亏首示意要求 开着蓝色小货车的槟榔贼停车 不料却反而加速逃离 萧春林即刻快不追上前 不料却因此发生不幸 萧春林快跑追贼 萧是在树林的最后身影也涂光 萧姓警员受理窃盗案件 立即前往处理 于产业道路发现可疑车辆 驶入林区 萧原当机立断 下车跑步追赶100公尺后 未拦阻成功 呼感身体不适 今紧急送往 荣民总医院御理分院 急救后人不幸离世 萧春林执情防槟榔切案 却发生不幸 同事不舍之余 更是强忍悲痛全面搜山抓贼 在事发后不到五个小时之内 就在轮山山区 逮捕到了槟榔贼 以及一车的槟榔 随即调查送办 已告慰 萧春林在田之林 警察同仁执情 发生不幸意外 环林县警察局对此感到遗憾与不舍 警政署住区督察 何建训代表署长陈嘉青 会同了花莲县警察局长蔡丁贤 在第一时间内前往慰问家属 致政慰问金 另也派专员权力协助家属来办理后事 以及因公死亡 抚恤慰问事宜 记者是预览左心预理采访报道